子玲开麦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这边 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呢 在像我们台南 这边呢 就是有黑面皮露 非常的有名 而且呢 我们当地 就是有许多呢 是做黑面皮露 保育工作的 这一些有心的人士 也可以说是职工 也可以说是专家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这边 就是来邀请到 最近有一部纪录片 Happy Together要上映 那就是由梁杰德导演呢 来拍摄 听说是历经了很多年 这样子的一个 纪录的影片的一个剪辑 做成了这样的一个 Happy Together纪录片 跟大家来分享 那今天在这边呢 我们就是要来 邀请到梁杰德导演呢 跟大家来谈一谈 这一部纪录片了 哈喽导演你好 哈喽主持人你好 是好那我想说请导演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你怎么会想要做黑面皮露的纪录片呢 因为我从小就对鸟很有兴趣 那我在之前在中原动物所 有想说老师那边当研究助理的时候 也知道黑面皮露的故事 那我在1996年买了第一台 16年里摄影机 我就有去拍了黑面皮露的画面 那就是这样子断断续续 陆陆续续也去记录他们 那比如说包括 我2018年也有帮公共电视台 拍了一部《玩家8000》 也是主要以黑面皮露为主角 那在后来台江国家公文成立之后 他们想要拍黑面皮露 我也去帮台江国家公文 拍了一部黑面皮露的纪录片 那一直对黑面皮露和谈有趣 那因为影片里面有一个主角王珍纪 因为他在这30年来 他到过几乎到过所有黑面皮露出现的国家 所以我就想跟着他 然后去记录 他去拍黑面皮露的一些 在各国的一些状况 所以后来才完成了这部记录影片 哦那您说的这一位是 那个王珍纪王先生 他本来是台南中华日报的一个摄影记者 是是是是是 所以您就想说跟着他 一起去做这样子的记录哦 那我想问一下梁介德导演 就是呢您在这个守护黑面皮露的 整个的纪录片电影当中 你想要去讲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其实我主要是讲黑面皮露的一个生态的行为 因为黑面皮露是冰尼灭局的一个物种 他在1992年才开始在台湾被注意的时候 那时候情世间不到300只 可是有超过一半的数量在台湾渡冬 那这30年来其实透过各个国家很多人 极心努力的投入最大的保育研究 目前现在全世界的数量已经超过6000只了 但是他还是以台湾为主要的渡冬区 他大概每年都超过将近4000只左右 会来台湾渡冬 大概就是有五六成的黑面皮露会来台湾渡冬 所以我想要介绍这个黑面皮露给大家认识 那这30年来其实有很多学者啦像王珍吉啦 或是学者投入很多的研究 然后除了记录王珍吉之外 我也记录了一些学者 比如说王珍吉在韩国 在大陆或是在香港 他都因为这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 你要排到黑面皮露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他就是透过当地的学者的一些 一些那个带领之下 他就很顺利的去做他想要拍的纪录片 想要拍的照片 所以我也想说跟着他的脚步 在最后完成了这样子的纪录片 然后 台湾也有很多学者 因为他是渡冬 他主要渡冬系其实就是在台湾 那我想说我们拍这个纪录片 他是要以台湾为主 那台湾我们除了记录王珍吉之外 记录学者 怎么去呼吁大家共同来保护这个黑面皮露 然后怎么样去做卫星最终的研究 那就是这样子把它串成一个故事 是 那这样拍摄的过程当中 大概已经花多久时间 把这一些影片剪出来 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守护黑面皮露 然后呢整个这个拍摄过程 导演你有哪一些的心情 其实我们这个影片 从1992年我们买了第一部 16年的摄影机就开始拍了 当然因为我还有其他工作 就是陆陆续续 断断续续的去做记录 那比较密切记录的大概就是 2008年之后 因为那时候对黑面皮露就比较 比较有时间去关注他 那这30年来其实我就是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去做黑面皮露一个记录 那你说比较 为什么对他会比较有兴趣 我想我觉得他就是主要就是因为他非常的稀有 然后他密实的行为非常好玩 他因为嘴巴顶顶顶壮的好像琵琶一样 对对对 那旗鼓在地的民众 他就是拉伯 为什么会叫他拉伯 因为他在水里面密实的时候 嘴巴是这样子左右扫左右扫的 用他嘴巴的那种感触神经去抓鱼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这个行为非常好玩 那我想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然后我们去韩国拍主要是因为他是在那边繁殖 那繁殖其实有很多有趣的繁殖行为 所以我们也是想说记录这些有趣的繁殖行为 然后让观众了解 能够让观众吸引大家的注意 所以就是黑面皮录有一些不在台湾的生活状况 那透过纪录片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样子 对是没错 因为等于说我们这部片子算是黑面皮录的前纪录 因为他在台湾主要是渡冬 那渡冬的行为其实比较少 他就是因为他尤其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为 就是我们说他是列行性能量 他主要是晚上成功才会活动 那你白天看到他他几乎都在休息 所以但是他繁殖区就是在 比如说南北韩交界的江华岛 在大陆大林那边繁殖 所以我们就是想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去拍一些他不同地方的一些行为 好那黑面皮录呢 就是其实在30年前 就全世界大概就剩下几百只 那经过说我们台湾这些有心的这些朋友们 一起去维护保育 那现在他有比较多了对不对 可是他所面临到的一些处境 可能我们一般人还是不太了解了 那是不是可以请导演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啊那之前黑面皮录来台湾渡冬主要 西里地方就是在西湖保护区 但是后来鸟数量越来越多 那他所需要的食物应该就越来越多 对所以他们后来就分散了 那比如说包括他最 最北已经到佐水溪口 那往南的话就是到 甲乙的鞋钉跟布袋 那这些湿地 那因为早期 他们主要是在那个湿地活动 密室 那台湾早期有晒眼的 那种工业 但是后来不晒眼之后 那些晒眼场现在都变成非常 非常好的湿地 可是因为这些湿地会被一般民众认为是 没有利用价值的地方 可是这些湿地通常是很多黑面皮录 或是很多水鸟 他非常喜欢的地方 因为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国际豪鸟清洗的冬季带 那这些地方刚好可以给这些豪鸟 一个休息度动的一个机会 可是因为大家对这些实际的不了解 都认为它是没有用的地方 包括现在政府在推动的力能 就是做太阳光电的 太阳能板的发电 那这些设置如果是在 它的核心区的话 你这些鸟类栖息的核心区的话 可能就会去破坏鸟类的生活环境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 政府团队应该要去加强 注意说如果要设管电 我们不反对设置光电 但是应该要设置在一些 对生态比较不敏感的地区 那这样子就是喜欢赏鸟的人 也比较不会去有抗争的行为 是 好那黑面皮露给台湾的意义是什么呢 因为台湾是黑面皮露 主要它的渡东区 全世界超过一半的数量 都来台湾渡东 那他非常非常的喜欢 台南这个环境 台湾这个环境 因为他们对七地其实都是非常忠诚的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大家应用花这么多的精力去保护他们 因为其实一个物种的媚觉 其实会关心到整个环境 我们商鸟人有一句话叫做 金类鸟类 民类人类 今天鸟类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其实都还应在我们人类 必须面对的 比如说现在黑面皮露 非常喜欢台湾 表示说台湾这个环境 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如果有一天在台湾消息的话 表示说他有一些生活上面的问题 就像我们人必须要有个家一样 你如果没有家人 人还能到哪里去了 那台湾大概就是黑面皮露一个家 渡东的一个家 因为他们每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 会在平和在台湾渡东 是 好那我想呢就是 现在刚好就是守护黑面皮露 这一个纪录片上映的时候 那是不是可以请导演也告诉大家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上映呢 然后会到什么时候 我们这个纪录片 大概3月24号之后 就会在西宴上映 全国的西宴 那会上映到什么时候其实很难讲 因为纪录片在 就是神态影片在纪录片里面 是比较弱势的 那纪录片通常用在电影里面来讲 又普遍不被受重视 所以需要大家进序言去支持 如果越多人看 他过运的时间可能会越长 那现在也是黑面皮露 清洗过境的一个季节 他现在正好换上非常漂亮的环石衣 大家可以到以外去找他们 那在很多台湾西海岸很多地方 应该都可以多多少少应该都可以看到 那如果大家没有在以外看到他们 欢迎3月24号之后 到西宴来关心他们 了解他们 是好今天呢 我们就来邀请到了 守护黑面皮露的纪录片导演 梁杰德导演 邀请大家一起 happy together 这样子 happy如果呢 可以快乐 我想我们人类应该也可以 非常的快乐 这样子 是呀 没错 是的是的 好我们今天就要谢谢 梁杰德导演的分享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